重磅利好确认政策底 市场底是否出现 如何应对 大家好 我是真功 按理模型仅供学习不过程 独自建议 我要给大家把本周做一个复盘总结 然后我们把节后做一个展望 29号的下午又出来一个超级重磅的利好 它足以确认政策底 给大家解读一下 然后再给大家去分析一下 如何去确认市场底的形成 好 咱们先打开大盘看一下 今天又是一个中阳线 赞稳了3000点了 我们看周市的时候是一个急速的分时的下跌 我们昨天已经解读过了 它的下跌是因为人民币的快速的贬值 这个上涨会不会是人民币的升值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段 它是从29号的下午开盘直线标展 我们看一下 这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 日线 咱们打到五分钟看一下它的分时 咱们看到五分钟的分时 我们看到这波急速的下跌 它时间在什么时候呀 大家看到了吗 刚好是在下午的一点开始 在中午的时候它就有下跌啊 一点开盘以后迅速的出现了一个升值 下跌是升值 利好股市嘛 上涨是贬值 利空股市 那么为什么人民币突然升值呢 跟今天的中邦利好是有关系的啊 一会给大家去解读 为什么说今天的这个中邦利好是有希望形成政策底并且带动形成市场底呢 当然这个市场底还是需要确认的啊 是因为各路主力形成了共振 咱们再看一下啊 北上资金啊 大家看到啊 同样是在下午开盘 直线拉伸资金流入 从上午的流出 直接下午开盘 直线拉伸流入了四水二隔一 说明什么呀 外资也认同这个利好呀 好 咱们再看上阵指数啊 那么今天的这个中央线呢 出现在五一放假以前 那么也就是说 五一街以后很有可能是会出现一波小小的吃饭的行情 咱们不敢看的太多了 像年线的反弹总是可以看到吧 如果指数出现一波像年线的回归 其实对于龙头的股票来说 涨幅它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今天呢我在早盘给了大家一个策略啊 我们今天的策略看一下 香港证券ETF 为什么让大家去关注香港证券ETF呢 我上两期的视频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啊 因为它呢是T加林的 没有印花税 交易成本非常的低 所以在捷钱这种不确定性比较多的情况下 而又出来利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去开牌 去关注一下这样的品种 那么我们在日内就可以把利润放兜里 你看它收盘涨了3.91% 那么盘中拉升起来以后 大家看到了吗 达到什么样一个位置呢 这条线叫30日的多空线 把利润放兜里 T加林的日内是可以把利润放兜里的 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成功分析给大家的这个思路 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要去学习啊 在不同的环境情况下 我们应该如何去操作 去踏准这个市场的节奏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今天的这个重磅消息啊 为什么可以确立政策底 对于新城市场底有多大的影响啊 首先一个呢 今天的会议是咱们最高层去发布的一个会议 这个分量是比较重的 而且是针对了股市楼市平台经济 疫情等等各方面十条都做了规划 咱们解读一下啊 据新华社消息啊 这是高层4月29号召开的会议 咱们把要点看一下啊 第一个要点就是坚持动态清零 我们宁愿让经济短期受到一些损失啊 像一季度二季度确实因为疫情经济下滑了 但是没关系我们仍然要清零 因为从长远看的话 对于我们的经济的增长只有是清零了 才能真正实现比较好的一个经济的增长 所以清零对经济的增长影响是短期的 短期一定是利好的啊 另外一个在政治方面啊 就是对于一个大国要在全世界人民出现像疫情这种突发的公共危机的时候 它是否能够带领人类去走出危机 那么这个呢是考验这个大国它是否有这样的领导力 对于一个具有世界领导力的国家来说 它必须具备这种带领世界人民在碰到公共危机的时候去走出这个困惧 你像老美那种就是给全世界添乱的 那么咱们中国呢就是要给全世界带来和平的 所以我们未来啊 不光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啊 一定是全球的领导者 这点我是相信的啊 第二点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 1933年美国在注册制之前依然也是下跌的 好大家看一下啊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月线 1933年美国正式推出了注册制 我们看一下之前啊 386点跌到了40点 这是什么样的跌幅呀 好我们再缩小下来看一下 你看他之后一路就上来了 虽然其实对吧 中间也有回落 但总体不团创属性高了 所以发达国家已经走出了注册式的卖牛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房地产的黄金的十年已经是过去了 那么未来的黄金十年呢 就是注册制时代下的咱们资本市场 因为经济要增长一定是要有个蓄水池呢 这个蓄水池不是房地产 那就是股市 也就这两样了 我们还有别的蓄水池吗 所以中长区看啊 咱们A股走出十年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的这种卖牛 是非常有希望的 如果放长一点看啊 咱们现在A股的三千点附近 可能就是一个超级超级的一个机会啊 真是这样的 所以一定要眼光放的长远一点啊 好咱们再回来啊 会议强调要及时回应市场的关切 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改革 积极引导长线投资者啊 保持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 同时最近一系列啊 吸引长期资金入市的制度 正在加速的推进 听到了吗 家人们 所以后期还会有不断的一些利好政策 去推出引导长线资金进场 加快完善有利于长期机构投资者 参与资本市场的制度机制 鼓励和支持社保养老金信托保险和理财机构 将加快完善有利于长期机构投资者 参与资本市场的制度机制 鼓励和支持社保养老金信托保险理财机构 让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全一类市场 面对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的局面 近期啊 金融委到一行两会 稳预期增性性的强大合力 加快形成了共识啊 所以我在4月26号啊 给大家做了一个咱们上阵指数周线的交易计划图 2800点到2900点 这个区域啊 形成反弹的概率非常大 现在已经得到验证了 因为我当时的判断就是 在这个区域之内政策会利保 会有不断的利好政策出来 所以我们做投资要 站在管理层的角度去考虑 它会在什么样一个位置 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任何国家的股市它都是政策式 包括大中商品期货这些 都是受到政策的影响的 政策改变预期嘛 预期再改变供求嘛 所以2800到2900点 这个就是政策底了啊 但是对于市场底 我们是还要确认的啊 如何确认呢 咱们再打开指数去看一下啊 如何确认这个市场底 就是第一波反弹起来 咱们稳健的可以不参与 或者就像给到大家的思路 去做做香港的ETF T加零的 反正日内可以除掉 也可以在日内规避分险 真正的市场里 是需要二次确认的 或者是反复确认的 尤其是大的地步 我们可以去回看一下 之前比较大的地步啊 你看这是2400点 19年的启动点 它也是二次确认了啊 然后起来 尤其是这个重大的地步啊 好我们再看一下2638点啊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16年的一个启动点 也是双低啊 尤其是像现在这种 欧乌冲突结束了吗 没有 美元加息结束了吗 而且美国有可能出现 有史以来的一个金融危机啊 其实现在美国的经济 是处在滞胀的阶段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美股啊 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是下滑的 但是它同胀 却是创了40年的新高 所以美元要超预期的加息 这个在经济周期中 是属于滞胀的 滞胀就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嘛 所以对于美股啊 我个人是看空的 因为它回调的并不多嘛 咱们再回来啊 看要点三啊 出台支持平台经济 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嘛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啊 就是香港亨生科技指数大涨 跟这个利好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你就像阿里啊 腾讯啊 这样一些平台经济 今天都是大涨呀 我们看一下阿里巴巴嘛 你看今天是大涨 百分之十五点六九啊 它也见底了啊 都是超跌了 跌了百分之八十 缩小一下来看看 309跌到七十一 我们再看一下 腾讯控股啊 百分之十一的上涨 还是超跌了啊 所以我认为 劫后啊 就是香港的一些 龙头的一些平台公司呢 出现反弹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 好咱们再看要点四啊 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 要抓紧模划增量政策工具 加大 调控的力度 把握好目标 倒向下的政策的提前量 货币政策发力一定是要提前 不能之后了 这样会影响到经济啊 所以对于未来来说呢 你美元你加息加你的息 我们大概率是会保持相对宽松的 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 去制定我们自己的政策 因为只有咱们的货币政策 走出了独立的行情 人民币才能真正的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啊 如果我们的货币强 再加上咱们的资本市场走出卖牛的走势 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一个外资会流入 它不会因为美元加息我去赚你的利息 我去流入美国 而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稳健 我们的货币也是升值的 最关键的是我们去买人民币标价的资产 它的收益更高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把股市推起来 走卖牛的格局 而且股市起来以后 它的利好可多了 7亿股名啊 加上这个买基金的7亿中产阶级啊 在股市上财富增加 是不是就有动力去消费了嘛 这就解决了消费的问题了 你光股力啊 再发钱都不行 不解决根本问题 但是股市能涨起来 对消费的触景力度一定是很大的 解决了养老金的问题了吧 你养老金都赚到钱了 你基金也都赚到钱了 还有最主要的啊 是咱们中国的一些头部企业 一定要把市值做大呀 你看一下咱们现在的A股 流通市值才60多万亿啊 我们再看一下 就苹果一个公司啊 折合咱们人民币就17万亿啊 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A股的市值给做大了 把我们的头部企业给做起来 我们也必须要有10万亿以上的公司啊 现在咱们的真正的科技的一些龙头企业 就是几千亿嘛 一千亿出头 对吧 就是像贵州茅台这种酒猫 它刚刚去上了2万多亿 你讲宁德时代 那之前突破1万亿 说我要去赶超这个贵州茅台 那结果呢 它又下来了 所以我们真正的要高质量发展 成为一个科技的强国 必须把这种我们头部企业的市值给做大了 这样抗风险能力才会强 所以我们去推导一下 如果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怎么办呢 就是股市涨起来 把市值给做大了 咱们再看1.5啊 实施好退税减税降费的政策 那这对企业肯定是利好了 那美股为什么在就是2018年老特发发动了这个对咱们中国的贸易战 那为什么它美股走得好呀 就是因为大量的减税降费嘛 1.6啊 就是全面加强基础硕士建设 这也是重点啊 我们最近其实重点关注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嘛 他们走的也是相对比较强势的啊 对于基础设施的一些龙头啊 我已经是梳理了几只 我会做一个安理模型给大家去分析的 好咱们看1.7啊 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啊 就是促消费的政策啊是接踵而至啊 但是我刚才不是已经是解读了吗 促消费不如把股市给做起来 这样促消费的作用会更强 大家在互动区啊 咱们互动一下 认同成功这个观点的 把股市做起来 促消费的 评论区留言 那不认同的也可以说出理由来啊 第八就是确保交通物流的畅通 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啊 那这就是我们要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 把整个物流给打通了 所以物流的话也是啊 会波端性的出现上涨 但是总体这个板块吧 还是有一些反复 它不像建筑 从我个人来说我更看好建筑 1.9 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的政策啊 房地产仍然是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 因为有些地方啊 它房价现在是什么呀 维稳不能让它低了 这样会影响到经济 房地产的黄金十年已经是过去了 你还想去炒房赚钱 对不起 这个机会已经没了 要想投资赚到钱 一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啊 那未来能真正给我们带来比较大的赚钱机会的 仍然是现在政策鼎立支持和经济刚性需求的一些赛道 比如说风光水和新能源车等等 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会越来越强嘛 利润好嘛 一倍两倍多少倍都是有可能的 你像房地产时代万科涨得上千倍呀 那未来我们像这些能解决我们卡脖子的半导体 硬科技分光水和一样 不能说上千倍 涨个几倍还是有希望的对吧 要点是就是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会议指出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积极会用外资企业来花殷商的便利的诉求 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 咱们政策去稳住这个外资外贸 还是有很多的手段的啊 这点大家不用担心 能把这个外资稳住 第一咱们疫情要开始清零好转 经济搞上来 然后股市然一波漫游 那外资肯定不会走了 这是咱们对这个中邦利好的解读啊 咱们再回到指数啊 那么从政策底看2800到2900点 我之前已经给大家做了计划 这个就是政策底了 对市场底来说呢 踩一脚下来 我说了看三十分钟嘛 三十分钟 踩一脚下来 二次回踩确认了 是有希望形成市场底的 只要确认了不跌了 对于稳健的朋友来说 那就符合我们关注的标准了嘛 好这是指数方面啊 那么对于后期我们要关注的板块 或者是个股啊 大家关注成功 我会通过案例模型的方式给大家去解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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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